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以色列人看到山上有云啊有闪电啊 然后有雷声啊很大声的很大声的在响啊有吹脚声啪啪啪很大声啊 他们全部怕 然后20章1819节百姓众百姓看见这些呢就就开始发展对吗就永远的站住 然后他跟摩西说求你跟我们说话我们就会停 但是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 腿肠子哦 twitter and worth that 呢 in any children 这个就是敬畏产生的恐惧 害怕那个害怕产生的敬畏看到吗 Checking out our Patreon 涅槍啪啪啪啪 喆啪啪啪啪啪啪嗎 他们看到什么 看到神的大能 看到神的大能 他们看到什么 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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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看见 一个东西 这位 这个月我上帝 真的是不能开玩笑的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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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我在讲什么 这个上帝是不能开玩笑的 不要乱来啊 叮叮叮叮 不可以跟他乱来了 敬畏耶尔华 这个就是呢 敬畏耶尔华会产生敬畏 他们知道 这位上帝是不开玩笑的 你不可以跟他乱来哦 你不要跟他乱来哦 明白吗 这个是他们收到的信息 对吗 对吗 所以哦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要收到这个信息 这位耶尔华 生活到好像神都不存在 生活到好像耶稣永永看不见他们在做什么 生活到好像耶稣没有眼睛看 他们的生活好像生活到上帝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对敬畏耶尔华没有认识 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读圣经 这些人去教会是恍然的 他们去教会听喜欢听得到 不喜欢听的就shut down 所以你要明白哦 这边告诉我们呢 以色列的指导一个真理 哇 the character of God 他们看到上帝的品格 上帝的个性 哇 他说这个上帝啊 你不能跟他开玩笑哦 蹦下来你会死掉的哦 所以这些人呢 心里面就产生那种的敬畏 不是害怕 是敬畏 是都不可以跟他乱往来 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都要有这种敬畏耶尔华的心 不能跟上帝乱乱来的 你不能喜欢要怎么样生活 就怎么样生活 你不能喜欢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不能喜欢要讲什么闲话 就讲什么闲话 你不能喜欢怎么批评就在批评 你不能喜欢在人家后面讲什么就讲什么 耶稣看不到吗 耶稣听不见吗 耶稣不知道吗 耶稣没眼睛看 耶稣没耳朵听吗 所以这边哦 以色列人吓到 哇这个上帝 他说莫西你跟我们讲话就好 不要不要上帝跟我们讲话 你跟我们讲话就好 他们开始心里面产生了 对上帝的极度的尊重 极度的敬仰 不敢随便对上帝乱来 连讲话都不敢随便跟上帝讲话 哈喽 明白吗 所以你懂吗 在西伯来的圣经 每次要讲到 每次要讲到 上帝这个字 God这个字 每次要讲到God这个字 他们就空一个空间了 你发现华文圣经 也是空一个空间那边 因为他们觉得 上帝太过 太过可畏了 God is too awesome 所以呢 所以通常要讲上帝 你知道西伯来人 他读到上帝这个字 他们就跳过去 连上帝这个字都不敢读出来 你看到对上帝那种敬畏的心 the way they expect and honor God 所以要读圣经 in the beginning 停下来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因为什么 他们觉得 我们不圣洁 上帝是基督的圣洁 所以我们不配的 上帝的名字不配的 我们念出来 收到吗 优太人 有这种的尊重 对上帝 they have this kind of honor towards God 今天信耶稣的人 对上帝有这种的尊重 今天信耶稣的人 对上帝有这种的尊重 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要批评就批评 要在人家背后讲闲话 就在人家背后讲闲话 在背后读人 就在背后读人 他们都不怕的 没有敬畏耶稣华上帝的心 所以弟兄姐妹 我教你这个课 只要你学习 我一直跟你要活到黑百分的亲 对吗 这个就是了 This is it 敬畏耶稣华 You must have the spirit of the fear of the Lord in you 我们要敬畏耶稣华的心 一定要有的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要有的 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一开始就要教他这些东西 You got to teach them The spirit of the fear of the Lord 你不能随便生活 对上帝会赦免我们的罪 当时你要承担后果的 大卫犯罪 对吗 对吗 后果呢 家庭破裂了 大卫犯罪对吗 输送人 好像不可以送人去 算对吗 整个国家面对文艺 对吗 听哦 对上帝赦免你的罪 因为耶稣 你不要再去犯这种的罪 你永远记得我 那你要教他对的东西哦 It's okay It's okay 没有事了 杀养他 没事了 完蛋了 今天教会都是这样来教人大多数 为什么不懂 我做牧师做了几十年 那里不懂 很多教的都是这样来教人的 错 你要用圣经来教他真理的 对 我没敢要怕 所以你会怕对 我要给你知道清楚 上帝赦免你的罪 但是有两个东西 你接下来生活一定要敬畏上帝 像你现在这样怕上帝一样 第二 你要记得 你所做的东西 你会付上代价的 因为上帝要你承担后果的 你逃不掉的 这样啊 他的心里就准备承担后果 对吗 所以你要教人啊 要教对的东西 我教圣经啊 我会教你很清楚的 因为我对圣经很认识的 I don't simply teach nonsense 管在乎神的话 我不乱教的 I don't simply teach people anything You got to teach the right thing and build the right disciple 要建立门徒 要建立对的门徒起来 Amen 所以明白了这边吗 明白了这个吗 所以敬畏耶伦华 第二点就是敬畏耶伦华 产生敬畏 他们看到 哇 他们对上帝的 哇 不开玩笑的 这位上帝是不能开玩笑 right 所以圣经说在诗篇 用全地都敬畏耶伦华 用全地都敬畏耶伦华 那么信主的人更应该敬畏 对吧 对吧 so as a Christian as a believer you must have the fear of the Lord 你不能随便生活 不能生活到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能生活到好像耶稣看不见听不见 不能够 没有没有 要有这种敬畏的心 Amen 第三 敬畏耶伦华 可以产生信心 it builds out faith beating you fear of the Lord can produce faith or build out faith 怎么样讲呢 感谢观看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